我先回屋了嘛 你还没给钱呢 给什么钱 不是你说的嘛 咱家有实情危陋制 行 找回去了 妈 把这张桌是不是有点不来合适 怎么不合适啊 你忘了刚才她怎么对你的了 燕了 咱家这个月怎么还是个一千多块钱 我也没乱花钱 不是 钱妈妈 在家里吃喝喝都得花钱 行 花钱 以后咱俩AA制 AA 对AA 亲兄弟还明川大大 这样公平 妈 谁买的干事面 燕子 我最喜欢吃了 妈 你别说了 这个干事面 酥酥脆脆的 满满的小时候的回忆 真香 这个是燕子在下方小房车上拍的 这一箱足足三十包 多种口味 它不但好吃 价格亲民 你现在去直播间拍呀 还包邮到家呢 嗯 真好 行 麻烦了啊 哎 没给钱呢 给什么钱 不是你说的吗 亲兄弟明算账这样公平啊 行 我一会给你们转过去 哎 你还没给钱呢 妈 吃个橘子还花钱啊 这是燕子花了十块钱 买了四个 你吃那一个 得五块钱 妈 吃个橘子还给钱啊 你不是说的吗 亲兄弟明算账 真想公平啊 要不妈 这个A是取消吧 取消干嘛呀 这是你提议的 妈你看我为了这个价 祈祷贪黑的 我也不容易啊 你说吃个橘子 还得套钱 你说凭什么呀 凭什么 就凭燕子嫁到咱们家 洗衣服做饭 操持家务 还得为你生儿育女 伺候你的父母 感情就是在 我欠你一点 你还我一点中 积累起来的 欠着欠着 才能成为一家人 结婚后 燕子又是照顾家里 还得忙着去上班 这本身就已经不公平了 如果说 什么账都算得那么轻的话 光燕子 从鬼门关走一趟 为你生儿育女 这一笔账上 你这一辈子 就还不清 就还不清 妈 我知道了 媳妇 我错了